香港的演员和歌手大多都是港姐或是亚界出身,我们熟悉的赵曼玉、李嘉欣、赵雅芝等都是出自这些比赛。 今天,阿美要输的不是亚界的冠军,而是第四名的吴勇薇。 吴勇薇,20岁参加亚界比赛,虽然只拿到第四名,却被获选为最佳升级小姐而出道。 同姐内亚界冠军是翁虹,季军是万启文,虽然顺利进入娱乐圈,但是吴勇薇的资源并不好,多是出演一些配角。 但是吴勇薇凭借着不错的演技,依然获得了很好的口碑,他出演的《大堂双龙传》中的副局作很受观众喜欢。 吴勇薇相信出演了很多热播剧的女配,如《银湖天地男儿》等。 最近正在热播的《飞虎集下》也有她的出色表演。 不过总体来讲,吴勇薇的事业一直属于不温不火,相比于她的事业,她的感情经历,可以说是比电视剧还要狗血。 吴勇薇小时候家境平安,作为教书先生的妈妈,为了生计还要去洗碗,但是吴勇薇并没有因此变得光巧懂事。 反而很叛逆,14岁的时候,吴勇薇离家出走,并且交了会费正式加入黑社会,她还一度吸食大麻。 不过加入黑帮不到两周,吴勇薇的老大就被捕入狱,吴勇薇也正式结束了黑道生涯,从12岁起就信奉爱情至上。 但吴勇薇曾说过,自己没了爱情什么都做不了,就在吴勇薇17岁那时候遇到了自己的初恋,本以为遇到了真爱。 没想到初恋男友却有暴力情,像,经常对吴勇薇拳打脚气,这段恋性一直维持到一年后,吴勇薇的父亲去世,男友非但没有安慰他,把脑掌唤吴勇薇,并提出分手。 之后吴勇薇就参加了亚界选举,在一次试镜中,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任老公翁江培,翁江培是香港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,翁江培比吴勇薇大了整整30岁。 不过根据吴勇薇的过往经历,或许像父亲一样的男人对他来说更有安全感,二人在一起的时光还是很幸福的。 于是在吴勇薇21岁的时候,嫁给翁江培,成了豪门阔态,不过命运就跟这个信奉爱情的女孩开了个玩笑。 婚后仅13天,翁江培就因急性心急梗塞去世,这件事对吴勇薇的打击很大。 他曾说,回想当年真是世界末日,我想象不到未来的路,本来自己的老公突然离世就已经是很大的打击,外界却都讽刺。 所以,吴勇薇客夫,翁江培的家人也对吴勇薇非常不信任,而施责她结婚,就是为了翁江培的钱,还因此和吴勇薇打起了官司。 虽然翁江培留下了一亿七千万的遗产,但是当时的吴勇薇身上却只有几百元,却知道2000年才拿到900万。 吴勇薇说当年只有21岁的自己,多次想到自杀,后来吴勇薇一度十分消沉,没人都跑出去喝酒,一度克服12年药才能入睡。 生活颓库的他,混迹在多个男人之间,感情空虚的他甚至接受了一位有父之父的追求,成为该男子的情妇长达四年。 直到有一天,吴勇薇突然醒悟,自己为什么要抢别人老公,他并不希望那个人跟自己的老婆离婚。 于是就发生了非常狗血的一幕,吴勇薇大胆的约这位男人的原配出来,并亲自侦查道歉,而这位原配竟然也原谅了他,二元甚至还成为了好友,真是活久见啊,经历了初恋家暴,老公去世。 当情妇的吴勇薇,其实才25岁,在情妇世界之后,吴勇薇决心重新开始,付出拍戏,后来经好友李斯介绍,吴勇薇认识了现任老公列海棠,列海棠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合伙人,在业内很有影响力,儿人很快恋爱结婚,感情生活一直很甜蜜,但是婚后几一年, 列海棠就被媒体曝出和神秘女约会,得知消息的吴勇薇不仅不生气,甚至说,我年轻的时候都是过和别人的老公鬼混,这个世界,男女平等,这,阿美也是很佩服了。 2016年,列海棠再次被拍到和三四弟长发女士发看电影,并逗留在车那两小时,吴勇薇还是一如既往的不为所动,只开玩笑说回家让老公公讲下发生了什么事,老公完了要老婆来善后,回家会审问老公,这件事后来也是不了了之。 后来在吴勇薇47岁生日的时候,夫妻二人还善照秀恩爱,婚姻生活并没有因为出过时间而受影响,吴勇薇算是一位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人,她的一生也足以柔精彩来形容,经历了那么多年,对婚年的吴勇薇也有自己的态度,旁人看看就好,阿美在这里祝福女神事业顺利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